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从10月1号起开打到12月8号为止 接种数已经超过了572万剂 整体疫苗使用率已经超过了95% 由于疾管署从12月1号起扩大了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对象到全国民众 因目前的疫苗使用率出估 大概再过一两个礼拜 部分县市的疫苗将会用完 因此在使用公寓还没有接种的民众要赶紧的把握机会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从10月1号开打到12月8号 接种数已经超过572万剂 整体疫苗使用率已经超过95% 为了使疫苗在流感流行剂来临前发挥最大效益 机关署已经从12月1号起扩大公费流感疫苗接种对象至全国民众 因目前疫苗使用率估计大概一到两个星期内 部分县市将陆续出现疫苗用完的情形 呼吁还没有接种民众把握机会尽速接种 由于个年龄层的人感染流感都可能引起严重并发症 其中又以65岁以上长者 婴幼儿高风险慢性病患以及孕妇为高危险群 所以每个人都不能轻忽流感的严重性 目前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式为接种流感疫苗 请民众尽早完成接种 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另外如果出现类流感症状或是流感危险征兆 应尽速就医 同时医师如果遇到疑似病患 应适时给予流感抗病毒药剂 记者成品站门奇 新店采访报导 新店采访报导 期间น举 и好形容 欧阳